爱情里我们到底爱着对方的什么 为了观察两性挑选伴侣的普遍差异 在专家的指导下 我们在实验前一周 还邀请了参与实验的男士 以及他们的女朋友 进行了同一系列的问卷调查 这些问卷来自进化心理学领域的经典研究 我们将看到男女为何大不相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栏目 如果要严肃认真地交往一位异性 绝对你来自取材 都是你来自取材 我和我说你来自取材 如果要严肃认真地交往一位异性 会留意对方的什么特质呢 温柔鲜惠吧 是这一类的 我觉得最重要的其实是责任心 比较持家,比较那种会过日子的那个 可以让我兴奋的个性,我打了百分之百 还有一点可能就是金钱方面的东西 善解人意,然后比较可爱一点的 长得帅一点,比较聪明 身材和样貌就是最基础了 第二是开朗,有自己的兴趣爱好 认真比较专注的男生可能会比较吸引我 有没有包容度啊,体不体谅人啊,明目明白事啊 就在什么权势啊,地位啊,富有上面 我会想得多一点 健康啊,不然 赚钱能力吧 先天别善良,对你做出一些支持 比较在意男生的智力方面 有足够的赚钱的能力 我注意到啊,女生首先注意到的是 男生的财富有没有上进心 那这个差异其实就出来了 其实因为到了长期关系的选择之后 有个很重要的预计结果 就是生儿育女 心理学家发现的 在这个生儿育女的过程中间 男人女人需求的资源是不太一样的 男人的精子无限而且年价 女人的卵子有限而且珍贵 我们的女性一辈子能够产生的卵子是很少的 一个月一次怀孕以后 就起码至少有九个月没有 再包括生育孩子 而孩子的普育培养时间又是很无限 所以在矛盾意义上讲 女性可能需要有人来帮助自己 抚育他们共同的下一代 所以她更加关注男人对自己和孩子 未来的支持的成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蓝业边 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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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月韩个月 蓝业里的测词偏好差异上 男女主要在吸引力维度 是的 这是为什么呢 所有对于长相身材的偏好 它的内在的意义 都是选择健康的基因 一个健康的基因 它体现出来是完美的 是有魅力的 他们繁殖的后代 更加健康一些 所以说外表吸引力 其实在毛泽神堂 就是一种健康的吸引力 所以男人更加看重外表 那在短期的这个差异里面呢 短期关系里头 女人其实更加关注的是 身份地位 分姻制度出现之前 男人其实是没有任何责任的 这个身份地位代表了 可以获得资源的一种可能性 所以说体现出来的结果 和精华心理学的结论是一致的 但是我注意到 这几年有一种趋势的发展很有趣 对于现在一些经济独立 然后自己可以把自己 照顾得很好的女性来说 单亲妈妈反而变成了一种 可以是一个主动的选择了 北欧国家现在已经鼓励 单亲母亲享受婚姻家庭 一样的待遇 说明他们已经把单亲母亲合法化 他们生的孩子 和其他双亲父母生的孩子 一样的政治社会经济地位 所以这是一种历史趋势 但是即使在北欧国家 你也会发现 经济独立的女性 找更有钱的男人 而不是找比他钱少的男人 优秀的女性 愿意找更优秀的男人 说明在毛的程度上 人类的进化趋势 还是会存在的 是什么让你觉得 和现在这位男朋友 可以发展出一段长期关系呢 我们俩刚相处 大概半年的时候吧 还没到半年 忘了大概半年的时候 我妈突然差点去世了 她也没有工作几年了 正在起步期什么的 按理来说 不应该请动度假陪我的 但是她二话没说 买了飞机票就陪我回去了 反正就是那件事之后 我就觉得可以 为什么会和她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呢 我想想啊 我喜欢她是因为 我们两个比较平等 就是对方很尊重我 这个事情构成 我们两个在一起的基础 但是她能力上 确实是比我强一些 所以我会觉得很窝囊 而且有的时候又不得不靠她 恋爱谈了七年 应该有想过要结婚吧 对 其实有一个阶段 应该也差不多是那会儿 要结婚 不要结婚的一个状态 可能我最开始 给自己立的一个flag 可能就是 要么就结婚 要么就分手 她可能还是坚持说 我们不要现在去结婚 在这个时候 我可能会有一个想法 我真的要就跟她分开了吗 我那个阶段觉得 其实我还离不开她 我也陷进去了 其实我个人感觉已经 已经有个三五年 这种婚姻的状态 是什么样的状态 除了钱基本上都给了 钱可能没有那么多了 没有 就是说 在这个现在我们有的 现有的一个生活水平当中 我能给到的安全感 能做到百分之七八十吧 想过理想的伴侣应该是什么样的吗 我是四岁的时候 我父亲去世 然后我父亲有一首 特别爱听的一首歌 然后有一次这个 电视上在放 就正好就放到这首歌 我就记得我妈当时 很冷静地从沙坊上站起来 到卧室关上她的门 然后锁上门了 我听到我妈在里面好像是哭了 然后我就问我妈 我说妈 对于你现在这个年人来讲 我说爱情是什么 我妈就说我希望 你未来的老婆 能像我爱你爸一样爱你 男孩就在外面闯荡的时候 失落的时候就抛弃 不离弃就好了 稳定街道关系的时候 有遇到过困难吗 她家那边是西北地区 结婚财力比较高 对我爸妈来说 可能就是天价的一个彩礼 虽然已经到这个 谈婚论嫁的地步 但是后来还是提出过反对 后来也分开过一段时间 我女朋友说 这个彩礼可以两个人一起奋斗 她愿意两个人一起攒这个钱 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如果年轻的时候 不一定说有多少经济能力 但是有赚钱的能力就可以 有上进心 打算结婚吗 我觉得三十岁走得要把 我女朋友昨天跟我说 她说需要 那个银行卡里要一百万的存款 然后一百万我觉得 五年之内也比较 往那个方向发展 我觉得应该是能存到的 就是他们很多人 其实都提到了 物质和爱情之间的 这个矛盾的关系 社会学有一个统计 就是说达到温饱线之前 物质和幸福度是有相关的 贫贱夫妻百事哀 一旦达到了温饱的以后 钱和幸福就没啥关系了 科学研究发现 当人们的收入达到一定水平之后 主观幸福感 不再随着财富的增加而提高 这个转折点被称为幸福拐点 在这个拐点之前 钱是主观幸福感 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但在这个拐点之后 婚姻或感情生活等因素 对幸福感的影响力不断上升 我有两个建议 如果是特别特别看重结婚 就是说我这辈子非得结婚 那你就不一定非得要等到爱情 那你一定要等爱情 那你要做好终身单身的准备 因为这个爱情这个东西 有的时候也不是说 一定能够得到的 身体出轨和精神出轨 哪个更令您难以接受 我会选择一夜情更难接受 我一直都不太相信 什么一生只爱一个人 这种事情 因为变数会很大 他情感可能会依赖于一个人 但是他可能会通过他的自控 他把这个收回来 对吧 那如果他要是还是控制不了 我觉得这就是纯纯渣男 我这个我真的没有办法 在这个听从面前回答你这个问题 我对这个事情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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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意 对我的生命里不许出现绿色 对就是这样 对 身体 因为情感交流这个事啊 你可以理解 因为你两个人相处当中 在某一时间段 你们不会相处那么好 肉体的我觉得就 那就是从量面到质变了 首选应该还是精神上 他他整个的心里边可能都是 另一个人的时候 我就会真的受不了这个事情 我接受不了精神的 我觉得可能比如说 哪怕是一个长途的火车什么的 他们都有可能 跟陌生的女生发生点什么 但是那种长期性依赖的这种 喜欢上另一个女生之后我接受不了 那不一样 两种性质 我觉得身体出轨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精神出轨我是接受不了 这脆力脆力的 肉体出轨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你在我和他面前你都选择了他 或者说你选择了你自己 你选择了让你自己开心 选择了让我为你去承受这一份难过 我为什么去 我问他你为什么要出轨 他身上有什么地方是吸引你的 你觉得我这部分做的没有他好吗 还是说他给你独一无二感受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你应该跟他在一起 我说你只是一时糊涂 你觉得他比我好 是那一时刻的事 之后你觉得还是我做的比他好 我觉得呢 我可以选择再相信你 但是呢 你也要选择相信我 我们先来看一下调查问卷的结果 其实这两种出轨呢 大家都挺接受不了的 不管是男是女 都会觉得情感不忠 会更让自己感觉到沮丧 但相对来说 在男性里面 好像对性不忠会更加沮丧一点 是的 这就是心理学家的一个基本的研究 发现因为这个直接代表的一种危险 就是这个女性的下一代 不一定是自己的下一代 这样的话它对男人来讲 是一个比较大的恐惧 那对女性来说呢 又是好像女性的素质里面 情感不忠 这种沮丧度更高一点 我觉得真的肉体出轨 好像比较轻 这个精神出轨 是更不能容忍的 就是有一个说法嘛 所有的文学 只有一个主题就是通奸 它本身也带了好多痛苦 那种背叛 你看阿什比亚戏剧里头 奥塞罗 对 奥塞罗 这也都是千古的 永恒的主题之一 我们可以看出 其实不管是哪种情况的出轨 都挺让人心碎的 很多的年轻人 对婚姻制度不愿意去选择 或者说看起来越来越失望 这个事我也专门 做过一点研究 就是说 现在为什么全世界出现了单身潮 就是这个事情 是最早是从北欧国家开始的 然后呢 这个西欧北美跟进 在美国可能是2017年的时候 独居人口超过这个结婚人口 就是过半了 然后日本40% 独居人口 就是人们好像越来越不愿意走进婚姻了 那么这里头它应当是有一些深刻的原因的 我觉得首先一个原因呢 就是说感情因素在婚姻里头 这个结婚的原因里越占越重 而感情这个东西它是流动的 他今天爱你 他明天不爱了 人的感情的流动和这个婚姻 就是要求你们俩人绝对忠诚 这个东西本身就产生矛盾 再一个呢 就是人均寿命 预期寿命高得多了 就是在古代的传统的社会 一直都是三四十岁 你刚结婚不久 然后刚生了一个孩子两个孩子 孩子还没有长大 这个父母就泄世了 所以它跟婚姻制度就不容易矛盾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男女平等 就是在古代的时候 男人给你提供你所有的生活来源 女的就在家里 你老老实实地相夫教子 所以女人的唯一的生存来源在结婚 而这个男女平等以后呢 女人有自己独立的挣钱能力 有独立的收入之后 她就多了一个选择 她现在没有绝对的理由要结婚了 第四个原因呢 就是离婚成本太高 好多人从经济上也受不了 然后觉得损失太大 然后情感上的折磨 既然如此 这个何必当初 第五个理由呢 就是说性目的的改变 就是过去性 好像就是说为了生育 现在有好多像丁克家庭 是吧 他也没有绝对的理由去结婚了 就是我们俩好 然后就在一起 不好 然后就离开了 是吧 那这些千千万万的人的这种选择和考虑 就使得出现了这个全世界出现单身潮 那现在会害怕婚姻吗 会 会害怕 为什么呢 你对未知生活的不确定性 你就会害怕 准备结婚了吗 还没有 有想过闪婚 可是好像做不到 想要孩子吗 哎呀 前几年有 现在对我来说 没有这么强的意愿 你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你能扛住这个责任 你每年都在进步 所以你责任在那的时候 你能扛得住 等你到过这个年龄的话 你发现你每一次 每天能保持平稳 就已经够位的时候 再加东西给你挖下压 那只会加快你的下 目前你们的生活目标是什么 目前的生活目标 磨合 继续磨合 磨合到能结婚 因为他年纪比我小 他比我小三岁 可能有的时候 我们男女之间的这种认知 或者说思考的方式会不太一样 就比如说 他是女子 但是呢 他老把自己当儿子时 他非要玩命挣钱 给他妈买个房什么什么的 我说这应该是我干的事 你那么玩命没有意义 我们北京有两套三套 我们说把你妈借过来住 怎么怎么样什么的 怎么讲呢 其实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不需要男人为我去花太多的钱 我自己够养活自己 而且我自己也能挣 对于这种关系来说的话 我是希望两个人可以更平等一点 你对婚姻有机吧 他给我的规定是2025年之前结婚 他比我大 那会儿他32 但是如果就是 可能那会儿我还一事无成呢 我还就是普普通通过日子的话 我也尊重他想法 他找到更要强的 现在那也是人之常情 你们中途有分开过吗 分开过 为什么呢 他不想结婚 后来为什么又会再加一起呢 人慢好了伤疤忘了疼 其实 其实没有什么结不结婚 我自己 内心深处知道 我跟他有很多矛盾 很多就是原始的矛盾 性格上的 然后甚至有时是价值观上的 我不是说两个价值观 不同的人不能在一起 我是觉得他们需要时间去磨合 理解对方 我们俩现在还不知道先生 我们现在只会吵架 网上有个段子 说一个女孩子 她第一眼看到了一个男孩子 就想象到他们以后 白头偕老的那样的生活了 其实这一点都不夸张 但是男生这种走一步看一步的话 就是其实他脑子里什么想法都没有 他只是想用他的眼睛去看看 现在发生了什么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种错位是一定存在的 他想的是结婚证那张纸 他想要的是那个东西 他就那个东西给大家安全感 那其实我的理性靠从内不能 能给大家安全感的人是我 我一直都准备着 只要哪一天我觉得他能在我这 得到真正幸福的时候 我一定会给他印象吃 其实我大概从第四年到第五年吧 那段时间好多人去说 你们俩都相处四五年这样 然后应该了解的也差不多了 然后包括整个两个家庭 也了解的差不多了 然后应该去结婚了 所以周围的人会不停地跟你说这些的时候 会让我觉得我有点慌 我也应该跟上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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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生活理念吧 生活理念不同 所谓的生活理念 包括未来的生活方向 对吧 寻求的发展空间 还有以什么形式去生活 在哪生活 对 所以我们最后决定还是分开 没结婚的人可能都会觉得婚姻是一个必然的东西 但实际上你有这个概念以后 即便这个事是真的 即便婚姻确实是一个必然的东西 但你不要先用这个概念去引导你 去寻找一道婚姻 要不停收费 认想你学贴 ρι碎公司 把宫姻を加 Natalia Fre shortcuts 而参与者 选择 就现在孩子会力工方法 除等到回家人可以設計 哦原本是有点重的 所以说场改双凍权 什么 那是玩意 知道了 证 чис 采访我有一个感觉 就是这是一种恋人之上 但是婚姻未满的感觉 所以就是现在有好多人 就是在讲这个婚姻制度要消失 我已经听到不止一个人这样讲了 我觉得可能婚姻制度还不会真的消失 而是会呈现一种亲密关系 多元化的一个前景 它表现为这样几种形式 有一种人就是说 他们还是愿意走入一对一的婚姻 然后两个人就愿意终身厮守 我觉得这个是那种 就是最适合将来结婚的人 那么有另外一种情况 叫做开放式婚姻 开放式婚姻其实现在在西方已经不少了 他们有一些特别的约定 但是这两个人还是非常亲密的稳定的关系 另外当然就是同居 就是不结婚 我看咱们的小样本里头也有一对 七年的那一对 然后他们说我们已经有了婚姻的一切形式 内容都有 但是就是没有领那张纸 我觉得这个现在也成为一种选择 尤其像西方社会 北欧什么有大量的是同居 当然另外就是说单身 那就是独居了 我觉得那个像日本这种地狱让社会 他有好多人就是宅男宅女 他就宅在家里 然后打打游戏 然后就去挣一点钱 然后他也不愿意去建立一个亲密关系 觉得很麻烦 或者责任太大 一辈子就这样过下去 然后另外就是所谓这个合同制婚姻了 合约婚姻的最主要的一个长处 就是说这两个人双方 只要有一个人认为想终止就可以终止 离婚非常简单 成了一种婚姻的新的形式 我建议就是完全随心所欲 就是你自己觉得自己喜欢什么样的方式 然后你就去选择他 因为现在已经没有绝对的理由 让你非得进入某一种形式 对 真正的感受 还是我们自己的快乐 幸福 健康 愉悦 所以要判断自己适合什么样的婚姻 一个特别重要的判断标准 就这个形式是不是让你幸福 对 我觉得 一定是 bureaucracy 真的绝对他们想终止 那么是一个优肯杀 比方を 在婚姻 Unit上 注在天 é сл伯根 稍微动 硬了 现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